就在九月十一號新竹建築箱上水田部落原住民保留地 爆發違法遭開挖建屋事件引起各界的關注 十月八號上午十一點 立委高金素媒與國民黨籍立委張慶忠 會同新竹縣府農業處及公務處前往事發地進行查刊 當場就被農業處認定為違法 他還沒有滿兩年 還沒有滿兩年 所以不得申請 對 因為他過戶要滿兩年以後才能申請建築 這樣算不算違法 算 土地過戶未滿兩年就無法取得建築執照 既然是違法理應拆除 但公務處卻提出地主目前正在補證的說法 地主的權益來講的話 我們是給他一個期限來做補照的動作 那我們十月四號也正式有通知他來做這個補照 三十日內來做補照 那若介石若沒有辦法完成這個補照的話 我們就按照違建的程序 還是來進行 這就有意思了 未經過農業處的核定就禁制蓋起來的農舍 公務處卻要求補照變成合法建物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兩位立委 斥責不合乎程序 那違法的話呢 你怎麼還可以讓他不建造呢 我覺得這是你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你農業的問題 對不對 還沒滿兩年怎麼可以在上面 不管你今天是蓋農舍還是什麼東西 你怎麼可以呢 你那個問題包括趙偉他那個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 他那個是他已經滿了兩年之後呢 他就要按照這個部分然後就給你申請嘛 對不對 他現在還沒滿兩年啊 你怎麼可以讓他用那個三十天呢 你那是一回事 我現在問你的就是說 他還沒滿兩年怎麼可以在上面蓋 他根本兩年當中還沒滿 他為什麼還可以跟你申請什麼東西呢 所以你要依照這個就應該要把它拆掉啊 立委高進宿媒嚴正斥責 申請程序有嚴重的疏失 認為過戶未滿兩年 農業處這一關都沒有過 怎麼會有先斬後奏的補照之談 農業處認為違法 但公務處卻給予地主三十天補照 成為合法建物 這令立委感到錯愕 倘若可以以程序違建的說法 補照程序先蓋屋後補照 這也是否就代表著農業處的存在 形同虛設不禁令人懷疑 記者巴鲁塞新竹堅實採訪報導